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我在檔案管理局112年檔案研究應用獎勵互動中獲得假等的碩士論文 自首與自新1962年反共自覺運動之研究 在一開始,我想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何謂反共自覺運動 反共自覺運動是1962年3月1日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所舉辦的號召活動 其希望設有判斷罪或匪諜罪的人能利用此次機會向政府表白並以而獲得既往不救之保障 當時全台各機關購,皆需配合辦理宣傳,且負責情報治安工作的情治單位 例如警察、調查局亦在檯面下秘密接觸預設的懷疑對象,側動他們主動表白 最終夠有3077人參與,其中約有9成人民未受到實質影響 但亦有少部分的人士因此而失去性命,例如知名電影導演白客 至於國軍部隊則頭部進行軍中反共自覺運動並有337人參與 而反共自覺運動的發起是來自於蔣中正對警備總司令黃捷的指示 且蔣中正在整個籌辦的過程當中應緊握著大方向和辦理時間 此外,蔣經國一透過國內安全委員會參與了活動方針的決策過程 反共自覺運動雖然於1962年4月30日結束 但1970年代仍有部分人民被情治單位要求填寫反共自覺表白書的情況 本文的研究動機最主要的原因是民國108年政治檔案條例頒行以來 檔案管理局大量管理並公開的過去屬於機密類型的國家檔案 而在這些檔案當中亦包含了反共自覺運動 同時在過往缺乏史料的情況之下 學界並未有系統性的梳理過 而針對反共自覺運動本文主要提出的七點的疑問 第一點,運動的性質為何 第二點,為何運動的名稱看不見自首之形的意涵 第三點,反共自覺運動與共軍流程師起義歸來有何關係 第四點,學校是否有配合反共自覺運動之宣傳 第五點,國民黨組織在反共自覺運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第六點,調查局、警察等機制單位與反共自覺運動有何關聯性 第七點,1962年以後反共自覺表白還出現在哪些地方 首先是問題一,反共自覺運動之性質 所謂的自首之心政策 細指1927年國共決定以後 國民黨未來在法治層面上有效對付共產黨 而於1928年起形成了一種由法源依據的政治性分化策略 當時的共產黨員及其相關人士 在刑法上的主要罪名為反革命罪 適用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為救刑法內亂罪或外患罪章的特別規定 由於刑則極重 因此國民政府另外頒刑的共產黨員自首法 以作為共產黨員符合自首要件時的特別解析規定 最後更以1929年反刑院條例作為感化教育機構 將自首的共產黨員送往反省院一起治心 儘管有法律預計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仍大量利用了職權命令 號召當時的共產黨軍閥、毒匪等敵人或罪犯 若向政府自首、治心 政府及既往不救及罪惡 這樣的措施更常被蔣中正或國民黨組織的特務 擴張更常被所屬蔣中正或國民黨組織的特務機構所使用 因此自首治心政策涉及到兩個面向 第一必須與內亂罪、外患罪和反革命罪有關 第二具有高度政治操作性 無論是反共自決運動還是1950年代的自首治心號召運動 亦或是訓政時期的自首治心政策 以及作為處罰依據的特別刑法 及相關的法律基礎 皆為刑法的內亂罪章或外患罪章 因此本文認為 根據刑法內亂罪章和外患罪章所衍生之一系列特殊罪名 乃至互為關聯性的自首治心工作 亦會因為刑法的內亂罪章和外患罪章始終存在於我國法治 而跨越了訓政與憲政 彼此有所聯繫 從這張表可以得出 刑法的內亂罪章與外患罪章始終存在於我國的法治當中 且罪名未曾變化 但是加重刑責的特別法 卻在這40年間多次變動 且因為這些特別法刑責嚴苛 對統治當局而言 勢必要有一些柔性的手段可以進行政治操作 而自首治心政策就是在這基礎之下 從訓政時期帶到的憲政時期 以及1962年的反共自決運動 問題二為何要稱作反共自決運動 本文認為在蔣中正的要求之下 警備總部必須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命名 以避免人們連結過去的自首治心活動 這是為何要稱作反共自決運動的原因 而這樣的一個區隔結果 就是在必須區隔自首治心政策的情況之下 警備總部必須在檯面上訴諸反共自決 反共復國的意識 同時檯面下必須要求負責調查策動的情治人員 不可過分強調與自首治心的關聯性 問題三與劉承司起義歸來之關係 本文認為劉承司起義歸來是恰巧發生的 已與反共自決運動無關 理由在於反共自決運動於1961年即已規劃完畢 不大可能遇見劉承司此一行動 但是劉承司歸來的這一行動 在被黨政軍單位大肆利用之後 並與反共自決運動做結合以後 使得劉承司的行動在宣傳邏輯上有了因果關係 反而強化了國共之間雙方對比論述的二元對立性 因而更加淡化了原先的自首治心色彩 問題四 學校在宣傳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台灣省政府的要求之下 高中初中國校實際上是宣傳主題之一 其活動比較具有特色的是上街遊戲 並以胡偉高中和屏東女中在網路上留有相關的宣傳成果照片 叫具特色 問題五 國民黨的組織的角色 在宣傳規劃上 國民黨中央組織曾練習過相關的會議 而黨所屬的中央日報、中央社、中廣、意大利配合宣傳相關的活動 而在地方宣傳上 各黨部亦積極參與宣傳活動 例如彰化縣縣黨部即為分工執掌的一份子 台南縣則是透過救國團與民眾服務社加以配合相關的活動 甚至在一位先生的個案當中 省黨部甚至將反共自覺運動用作鬥爭個人的工具 問題六 情治單位的角色 1962年的情治單位 及國安局、調查局、警察等相關單位 在反共自覺運動當中是負責秘密性的調查 策動1956年以後 是大陸來臺人士 希望他們能夠進行表白 檔案宣稱如此工作 是有助於發掘食指示的前無共諜 而根據警備總部的報告顯示 警察是調查策動的執行主力 共策動了938人 其次是警備總部諜報組 共策動了757人 問題七 1962年以後的反共自覺表白 反共自覺運動本意於1962年4月30日自動結束 還在蔣經國的要求之下 警備總部並未非指該命令 以致反共自覺表白仍持續運作 1966年的第一層專案 警備總部原計劃以號召運動形式呈現 為遭到蔣經國變更 雖改以密密調查進行 但檔案仍稱此為自首登記表白之延伸 在低層專案當中 反共自覺表白系作為非惡性重大 無政治利用價值 且涉及判斷罪、匪對罪、輕微 但仍有政治嫌疑者之處理方式 在1970年代的情治專案工作當中 亦可正道反共自覺表白之運用 在1980年代的正義專案 亦有在工作規範使用了策動表白 宣導自我表白的語彙 雖然與反共自覺表白關聯性較小 但仍可看見反共自覺表白功能的影響 結語 1962年的反共自覺運動 是我國最後一次舉行的自首自信號召運動 之後之所以沒有再舉辦 很可能是蔣經國個人藝術的考量 也因此它的政治功能並沒有因為沒有舉辦而消失 只是因為沒有被再次施行而沒有被號召 而沒有被激發出來而已 自首自信政策長年存在於國民黨的策略當中 且與對付共產黨有密切相關性 1930年代的三層架構 反革命罪自首自信與反省院 以及執行主義特務機構 到了1960年代 仍循著匪諜罪判斷罪 自首登記表白與新生信討書之模式 對付當時認為的共產黨 且執行主義依舊是特務機構的後繼者 其次單位 某種程度上 雙方具有高度的延續性 也就是從訓政跨越到的憲政 縱使沒有號召運動 自首自信也未曾消失在政府和國民黨的策略當中 只是1991年叛亂罪與匪諜罪廢止前夕 自首自信仍以不同的面貌示人 因此針對這個問題 尚有代加以追尋與釐清之餘地 以上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聆聽